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万不要以为只需要准备钱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是 有钱谁都能够开店的时代快要过去了 什么都不懂 只有钱就去开店的结果 基本上都会像我前面讲的 沦为为房东和员工打工 所以我在这里提示的 需要准备的工作是 赶紧去学习 不仅要掌握你想要开的店的核心技术 还要深入研究 弄懂弄通 因为通则变 所谓的变就是还能够创新 说到这儿呢 大家也别紧张 我这里指的学习范畴 都属于前面课程里面提到的中间技术 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高科技 借用一位西方哲人说过的话 来给大家一颗定心丸吧 他说 人类是具有双手和大脑的生物 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创造性的 有意义的 富有成就的使用他们的双手和大脑 我的意思是 每一个人本来就具有这种能力 只要专注 每一个人都可以 就怕你自始至终都抱定这辈子 非得利用别人的手去替自己赚钱 认为自己就是只动嘴不动手的命 不知道我前面说清楚了没有 为了更有说服力 我再把我非常欣赏的一本书 叫《小的是美好的》作者 舒马赫请出来帮忙一下 舒马赫先生在书里提到 人的幸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他认为幸福来源于劳动 我见过很多人 他们的观念是 劳动不过是取得财富的一种手段 是被迫的 享受财富才是终极目的 如果能够不劳动而坐拥财富 那是最好的事 可是这些人忽视了 人类生存的真正意义之一就是 工作与休闲 是一个生活过程的两个相符的部分 分割开来 就破坏了劳动的喜悦和休闲的幸福 还有一位印度的哲学家 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的意思是 如果正确理解劳动的特征的话 那么劳动提高财能的关系 就如同食物和身体的关系 他孕育更高尚的人 并使他生机勃勃 激励他生产出更好的产品 劳动为人类提供了显示自身价值高低 与发展个性的极好手段 好了 我找了一堆人来帮忙 就是想进一步阐明我对今天这个主题的看法 未来自雇佣将不会 或者是说 不仅仅是一个基于小店运营成本的被迫选择 它甚至可能成为人类经济活动 经济模式的一种回归 越来越多的人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手艺 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体会劳动的喜悦 过幸福的小日子 这样的社会 难道不比一个为工具化的人组成的社会美好吗 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这个不是我的语言风格 但是呢 我就是希望和大家达成一些共识 那就是新手创业 一定要从小开始 小的是美好的 这样说虽然有点文艺一腔 但背后隐藏的是理性 还有就是我希望创业者自己动手 去学习手艺 开店之初 最好是用自雇佣的方式 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道理我都同意 可是毕竟没有实战经验 要投不少钱下去 想想还是有点犯触 这一点我当然能够理解 但一定有解决的方法 记得几年前 我们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学员 他不仅千里迢迢 从贵州来到武汉 学习开店的方法和技术 而且他还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这个20天的课程结束之后 他并没有回家 而是通过我微博里面 有一个称赐学员店风景 这个话题 他找到了六个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已经开了店的学长 他的计划是离开学校后 再花半年的时间 以打工换数的方式 到每个学长开的店里面 各工作一个月 结果呢 他背着包去了四个城市 打了四个月的工 自己觉得有信心了 于是他提前回家 开始筹备自己的小店 这就是一个 我非常推崇的 应该表扬的 开店前的准备工作 有点可惜的是 对很多新手来说 这个可信性其实不太高 因为我们缺少这样的平台 一般你抱着偷师的心态 想去别人的店里面 练手 取金 通常还真不太好找这样的店 要么老板不愿意交 只让你打砸 要么至少不愿意交全部 或者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 总之有一定难度 但不思维一个方法 那接下来呢 针对开店前的准备工作 我想讲一个 规避风险的好方法 那就是工作室模式 我个人认为 这个模式是互联网背景下 产生的一个新手创业的不错选择 所谓的工作室模式就是 那些学习了一些专业技术的人 在自己家里 通过不断的实践 操作 练习 不断提升产品的品质之后 由于自信心的问题 或者是由于担心 直接开店有风险 或者是想测试一下 自己的产品是否受欢迎 他们可以通过网络 先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销售自己的产品 这种模式在台湾特别普遍 他们用的工具一律都是Facebook 这一点 Facebook比微信有明显的优势 因为Facebook是完全开放的 不像朋友圈相对封闭 只能卖给自己的熟人 要想扩大知名度和销售都相对困难 我在台北的咖啡馆 就是从好几个工作室 采购糕点 饼干 咸派 甚至精量啤酒 由于他们都没有店铺 成本自然要相对低一些 售价也就低一些 而且台北不大 一辆摩托车送货很快也很方便 所以这几年 台北有好几个工作室都做得非常棒 其中有一间工作室的一款甜品 还成了台北十大办公室小姐 最受欢迎的外卖甜点之一 在台北我还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的面包店 它的前身也是一个工作室 这样的案例其实还有很多 在大陆几乎每个城市应该也都有这样的案例 只是大陆的法规比台湾要严厉 工作室 所谓的工作室通常有时候就是自己家里 存在着一些政策方面的隐患 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但是呢 我依然认为以工作室的方式开始创业 是互联网赐给初创创业者的好机会 哪怕不能长久 至少它给大家一个实验的机会 通过实验实践 我们第一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第二个呢小范围验证自己的产品 有没有市场有没有竞争力 包括对产品成本的控制 产品品质的稳定 都是很好的实战演练 稍微再扯远一点 在台北我还看到过单车咖啡 面包单车 快闪店 创意四级等等等等 好多形式 这都是工作室模式的延伸 产品在家里做好 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到外面去销售 一方面积攒资金 一方面获得产品的反馈 从而不断改进和提升自己的产品 以咖啡来讲 美国现在非常牛的第三波咖啡浪潮的代表之一 叫Stamp Town 就是从摆摊开始 逐渐建立了自信 进而开店 然后开烘焙厂 从1999年摆摊开始 到现在差不多20年 好像就是在前年被可口可乐旗下的一个公司 花了几千万美金收购了 说到这儿呢 不得不表示遗憾 那就是大陆的城管 它其实扼杀了太多的可能性 工作室的可能性已经造就了不少的创业者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需要提醒的是 做工作室固然是一个低投入的介入方式 但是呢 对创业者的综合数字就要求的更高了 尤其是注入给产品拍照 做网络的宣传 现在是一个视觉的时代 看颜值的时代 产品也要看颜值 如何让你的产品美美的被人看到 是工作室网络销售的成败关键 关于这些呢 音频课程不太能够讲得清楚 我能给大家的建议是 首先要重视产品的卖相 从细节入手 用细节取胜 不会拍照 就多看多学 找不到好的这个样板或者案例 就翻墙出去看 很遗憾那个有海量图片的Pinterest 现在也被墙了 Apple Store里面根本就找不到它 即便如此 我仍然强烈建议大家要买个VPN 常常翻墙出去使用Google 去搜索相关的这个资讯和图片 注意这个关键词要用英文的 个人认为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百度里面实在是找不到 什么有帮助的图片 总之 正如今天这节课的标题所说的 一个新手想要开店创业 如何避免掉进所谓的坑 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切记一个赌 就是赌博的赌 在我看来 最大的坑就是租金 我们绝不能只上谈兵 盲目乐观 去预计我们的销售能力 赌我们能够承受高额的租金 大家应该还没有忘记 我前面课程讲的 就是对于一个多少有些存款的我来说 我的第一间亲自经营的咖啡馆 其实只投资了三万块钱 是在别人的酒吧里面 我住下酒吧的白天去经营咖啡馆 本来预计要投资二十万里 来开咖啡馆的 现在只用了三万 这样一来 风险自然就降到了最低 而且因为没有什么压力 所以做得轻松愉快 开业的当月就实现了盈利 自然就轻松愉快 而且信心满满 很快在一年以后 我就开了分店 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一直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 最后再总结一下 今天课程的核心 那就是新手开店 要有一个低成本尝试的过程 工作室也好 摆摊也好 像我这样在别人的屋檐下也好 即便这些方法都不选 控制好第一间店的大小 控制好投资金额 就是避免掉进坑里的最佳方法 而所谓的准备工作 除了技术储备 就是反复的练习 验证 建立自信 当然最后我还想说 什么才叫准备充分了呢 这个其实很难界定 可以说跟性格有关 有的人保守 有的人乐天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我只想说只要坚持 第一间店是小小的 投资金额 在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内 就算是心里仍然有点忐忑 也是可以开始的 因为即便你准备的再充分 在我看来 开店的过程仍然是一个 不断学习 不断提高 不断进步的过程 一朝先吃遍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 固步自封 必须不断努力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下一节课的内容是 关于小店的定位 所谓定位就是打造小店的差异化 帮顾客找到那个走进你的店 进而喜欢你的店的理由 具体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